那刚才上来的时候 那几个在翻土在干什么 别告诉我 你真的打算种地 你不是都看到了吗 就是在这种地啊 你在一座狮山上种地 那能吃吗 相信我 人饿到极限的时候 什么都能吃 还真打算在这里长期驻扎了 这鬼地方人能呆 你什么时候是 我只能死 啊 我来 和威 你的人 要 sharpener 就算你这么一天 这帮你来的 acre 去你的 וה 我们得到一家 给你帮你帮你帮我 我帮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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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我 衣服 你帮我帮你帮你帮我帮你帮你帮我 让人就抱大腿啊 刚刚翻过土的手 不要放进嘴里 你知不知道是什么土啊 过来过来过来 婆婆呢 阿渊 来 过来 去婆婆那儿 婆婆 快来 好 慢一点 到婆婆这儿玩 那群总主们 还以为你拉了群 什么逆党余孽 来挥舞大旗 占山为王 原来是一帮老弱富儒 歪瓜裂草 什么歪瓜裂草啊 怎么说话的 问您呢 你怎么突然想起来问他 这些天天都有人来问我 他们问我 我问谁 就只好来问你了 说什么 你也讨厌 你们站起来 你别不打算 快点 他不疼啊 这个人啊 你比较大 就有个消息 不能吃 我站起来 呢 你就住这儿啊 温宁 温宁 有人来看你了 吗 他其实能听见的 他这是怎么了 不是说被你复活之后 会变得凶猛无比 杀人不眨眼吗 复活 哪来的复活之人 阿宁从小被五天女摄取三分灵石 所以被某些人 当作西式的活靶子 来吸引邪罪 我们找到她的时候 她已经邪罪亲身 心脉一断 只剩一息少存 我只是想用鹰虎符的力量 借温宁的手 惩戒一下金氏而已 却没想到 却将她变成了傀儡 失去了心神 失去了心神 就可以杀人不眨眼吗 温宁是一个胆小怯懦的人 经常将各种情绪 隐藏在心底 失去心神之后 将她心底的那些痛苦 愤怒 焦躁 不安 全都爆发了出来 那现在呢 现在 我在尝试唤醒她的心智 你又在异想天开 她这样还是人吗 和我们之前杀的傀儡 有什么区别 魏无限 你到底是不是 江澄 你也怀疑我拿了那枚阴天 即便她不是傀儡 这样用后傀儡有什么区别 你想唤醒她的心智 这简直是千难万难 是 是啊 我也觉得简直是太难了 可是牛皮 我已经跟她姐姐吹过一打了 他们现在所有人都坚信我能救她 所以这个忙 非邦不可 不让我这老脸往哪搁呀 你干什么 干什么 我还要问你干什么 魏无限 你这段时间很是威风啊 你们干什么 我不管是这是什么 我尽回祐 我尽回祐 你有什么 我去皮肤 我就去皮肤 你不皮肤 就是皮肤 你皮肤 就皮肤 肥肤 不好 我把皮肤做了 我自己去皮肤 大肤 你皮肤做了 皮肤 好 你干什么 他想找我讨个说法 所以我只好来了 讨什么说法 这件事情已经两清了 那几个都公害了温宁 温宁杀死了他们 杀人偿命 欠债还钱 到此为止吗 反正他们也以为温宁死了 到此为止 怎么可能 你知不知道有多少床眼睛 在盯着你 盯着你那只鹰虎符吗 要是被他们逮到这个机会 你游了也变成没理了 你都已经说了 我游了也变成没理了 我除了化地为老 我还能有什么办法 办法 当然有 现在唯一的补救办法 就是抢在他们 有进一步动作之前 咱们先自己做个两段 你想要做什么 你跟我回去 交出这里的所有人 你开玩笑吧 把温宁他们交回去 除了被处理干净 没有第二个下场 都到这一步了 你还管什么下场不下场 张成 你听听你现在说的话 你把他收回去 别逼我臭你 你不要忘了 是谁把江叔叔和 于夫人的尸体送回来的 葬在莲花屋里的骨灰 是谁送回来的 我们被温朝追杀的时候 是谁收留我们的 魏无羡 我真想活活冲死你 是 他们是救过我们 可是你怎么就不清楚 现在温室余孽 是众矢之地 只要是姓温的人 就是罪大恶极 而维护他们的人 更是冒天下之大不为 所有人都恨温室 恨不得他们死得越惨越好 而只要护着他们的人 就是在跟所有人作对 没有人会为他们说话 更不会有人为你说话 我不需要任何人为我说话 你到底在执着个什么劲 你要是动不了手 就让开 我来 我来 魏无羡 你究竟懂不懂 在四大家族面前 你是怪姐 是奇侠 是枭雄 是一只独秀 可只要你和他们发出不同的声音 你就是丧心病狂 罔顾人伦 邪谋外道 你以为你可以独善其身 游离世外 逍遥自在 没有这个先例的 没有这个先例 我就做这个先例 你 魏无羡 你还不起出现在的局势吗 你非要我说这么明白吗 你若执意要保他们 我就保不住你 保不住 就气了 气了吧 告诉全天下 我叛逃了 我为无羡 从今以后做任何事情 都跟你们云梦僵尸无关 我害怕 有打开 我 我